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來玩一隻以前玩過的遊戲 但是它有些不同的遊戲上的改變 一些角色的新增 好 我們來試玩一下第一張 看看究竟有什麼不同 它第一張已經有些新角色我看到了 竟然要下載 好啦 跟二王一樣都是要體力的 第一張狼遊戲 好 它就說這個狼遊戲的安拉達的玩家們 這個作品是原始的惡狼遊戲的劇情的原本 即是作為藍本再出一個新的遊戲 大概是這樣 它就說狼遊戲的話就會是本篇 而本作就是有一些特別新的登場 大概是這樣 OK 事件的發展其實是跟本篇完全不同的展開 它就說 你可以當這是一個全新的遊戲 有興趣就推薦一下 沒有看錯的話 好 它這裡可以按回 它這裡就是說 如果你想玩回舊的那隻 你可以在桌面上按這個位置 就可以找到的了 所以就是說 這個狼遊戲安拉達 就祝你好運 或者是叫做 好 期待一下 好 來了 好 那一來就聽到一些火的聲音 也有聽到一些玻璃 玻璃破碎的聲音 對 呃 阿醉好熱 呃 身體裡面非常之痛 原來是這樣 喔 即將要 即將要死吧 是吧 但是 呃 這樣也是好事來的 對 這樣也是好事來的 毒鹹 這些是一些聲音的日文字 這些是 好 那東京都內某所 應該是一些醫院 對 因為我不太熟悉日文 即日文的一些 看字 對 不太清楚 我精神 對 醫院 精神科 病院 好 傳你一個腳步聲 小島 Takeo 喔 你警備的 試過多 呃 保安嗎 還是警察 那就是說要逛夜勤 而且也沒有什麼費用 就是這個人工不高 那就是說沒有什麼特別異常 這棟樓 好 嗯 就算沒有警衛應該也沒有問題 他就說稍微去吃一吃煙 是吧 Tabacco Tabacco不知道是不是煙 又聽到另一個腳步聲 這個時候 喂 喂 喂 嘩 等等 我不是說 他就說 什麼事啊你這個人 他戴著一個面具 我不是說 他就說 果然都是改變 都是沒有任何改變 對了 那如果有譯錯 就不好意思 我看得太快一點 他就說 蛤 他就說 蛤 他就說 蛤 你 啊 電擊槍的聲音 呃 多謝 蛤 好 首先是第一個人 次 下一個是 是誰 蛤 欸 欸 這個是什麼 法律那些 大手企業社長的還領問題 這個我不知道什麼問題 但總之就知道 他是一個 一個 一是律師 嗯 OK 這個報酬挺豐富的 不太清楚 我呢 絕對會成功 我的Client 即是我的 呃 突然間認不到 這個 案件的其中一個人 咋咋咋 有腳步聲傳來 嘩 嘩 哈哈 停止運作 好 我們來到第二個人物 這個海棠 什麼事啊 這個人是 他又見到那個狼帶著面具 不省者 不知什麼意思 應該是奇怪人 你所做的行為 你所做的行為 是不是真的正義 你覺得 你所做的一切 是不是正義的行為 你到底在講什麼 kontos 是麻儘了 一次是 這裡是 欸 這個是那個人 又到底ımız 第三位 好 好,米森薩多瑠,這個科學家 我為何是這個精神科醫生 你現在繼續要做精神科醫生 究竟為了什麼生存 是野良貓,即是戒貓 你好,好好 你究竟為了什麼生存,問貓 這個時候又聽到這個腳步聲 好,發現你了米森 你就是最後一個人 你是什麼人 目前為止,為了什麼人的人生而狂? 不知道,不清楚這句 我對於你來說絕對不會原諒 我應該是他影響了很多其他人的人生 屬於說,止了,停手不要 止了,停手不要這樣做 好,這個狼的時候就講了一句 這樣下來,全員已經準備好了 好,現在下來終於要對它們進行復仇了 好,自搬,這個是自己的意思 這個在哪裡? 當我張開眼睛的時候發現這裡是一個黑暗的房間 我就坐在一張椅子上 而且呢,在我周圍都有人的氛圍 都有人的氣息在這裡 究竟發生什麼事? 然後突然房間有聲響起 誰在那裡? 謎之少女,一個不知道是什麼人 聽到聲音的話,是差不多歲數的一個女生的聲音 是嗎? 是呀是呀,我這裡有人 難道跟我一樣都是被人拉過來的犯 是不是? 被人拉過來的犯 好 我都不太清楚發生什麼事 不是呀,不是這樣 大概我跟你的狀況都是一樣 原來是這樣 就是說呢 我跟我一樣都是不知道什麼狀況 這個謎之少女就這樣說 對呀,這層的話我都完全不清楚 對呀,完全吧 完全不清楚 這個少女就說 話是說,黑暗到到處都看不到 這裡的房間 然後自己就回答 的確是,Sordid Snare 嗯 我們要不要兩個人一起去找一下有電的一個燈鍵 沒錯的話 好 這個少女就說 果然在這個黑暗當中 行走的確是非常恐怖 是嗎? 她就好 這個自己就回答 的確是有這個感覺 而且呢 嗯 這間這麼暗的房間 哪裡會有什麼 事掛 是嗎? 不太清楚 有機會再翻譯給大家看的事掛 好 這個少女就說 那不如我先來找吧 OK 呃 呃 這樣啊這樣啊 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這個自己就回答 好 不需要在意的 好 好 你當你的心理準備好的時候呢 就到你去到探索 這個少女就這麼說 好 好 那我就多謝她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 再傳來一個腳步聲 這個女仔呢 說完之後呢 就在這個房間裡面 到處走 呂 立上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她竟然呢 可以在一個這麼暗的地方呢 這麼平穩地走 那我自己呢 都要快點去探索啊 OK 好 這個少女 是不是這個 那個 那個卡納座 就是那個少女 對面那個女仔 那個腳步聲呢 越來越接近這裡了 確確確 嘩其實好 好害怕啊 整個事件都真的 她馬上走到過來 原來不是一個男人來的 另一個人 還是什麼 好 那腳步聲呢 即將就要在背後傳來 我們儘管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嘩 嘩嘩 自己還要這麼說啊 好 剛剛剛剛 我聽到你的腳步聲在我後面 聽到 我現在呢 在你的面前 好 這個不清楚是什麼 嘩 嘩 好害怕啊 她這支 然後突然呢 在耳邊 突然間聽到 有聲 耳的後面 還是耳邊 這個是 嘩好害怕啊 是不是還想走啊 然後一瞬間呢 那個時間呢 就好像停止了 我這樣感覺到 Mada Migeru no Mig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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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就是還要逃走 的確呢 那個女生是這樣說的 還要逃走 還要逃走 嗯 下面那句不知道怎麼形 難道這個人呢 知道我的過去 對啦 就是這樣說 這個自己 好 這個人不知道 好 這裡就有提及到 就是說 會不會是因為 嗯 沒有自己 即是自己沒有去探索 所以激怒了對方 是不是 不太清楚 嘩 什麼 我沒有打算逃走 現在就會馬上去探索 好 過了上來 就站了起山 就找這個電鍵 開始找 那麼 開始我就透過 摸牆身的方法 去到慢慢接近 這個電燈的鍵 去找 非常緊張 以及恐怖 在森林裡面 在這個時候 就在牆身那裡 就 牆身碰的時候 就有些 不知道什麼碰到的感覺 形狀來看 就好像是一個 電鍵的燈鍵 OK 嘩 剛才說到我們找到電鍵 主角也說 終於找到電鍵 在這個時候 我就在這個鍵 按了一按 開了燈 應該是吧 好 說時遲那時快 房間的中央 終於已經明亮起來了 好 好 眼前也確認有道門 在這裡 好 到這裡 總之我們現在已經有電了 這個房間 但是那裡有道門在 是不是可以在這裡出去呢 OK 謎之少女 好 謎之少女就沒有回應 好 當我正眼的時候 習慣了 習慣了這個 明亮的環境 是吧 但是那裡是沒有任何人在 打 勒摩爾納吉達 就是說 沒有人在 這間房間 咦 究竟發生什麼事 雙穴 雙穴應該是主角 又停 哈哈 好啦 那我們今集先玩到這裡 我可能要解決一下這個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模擬器的問題 好 那今集就先玩到這裡 我們下集就繼續這隻 暗浪遊戲 Another片 就這樣 各位 拜拜 1 1 2 4